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21日 中国战区开始对日大寿翔 寿翔地点多达16处 只将洽翔怎样打开大寿翔序幕 南京寿翔 岗村宁次如何垂次挣扎 北平寿翔的地点为什么设在泰河殿广场 中国军队境外寿翔 荣光背后有何内幕 台湾寿翔怎样见证台湾胜利光复回归祖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理应参加寿翔与接收 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垄断寿翔排斥一几 八路军新四军如何自主开展对日寿翔 打寿翔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敬请关注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盟军的对日寿翔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 负责中国战区对日寿翔工作 蒋介石临时将对日洽翔地点 改在湖南浙江 刚送名次会不会就范照版 他为什么派金井武夫作为日方洽翔代表呢 只将洽翔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 象征着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意义重大 那么这个永载史册的洽翔仪式是怎么进行的 日军将在中国战区的16处地点进行投降仪式 各地的寿翔工作又有怎样的约定呢 大寿翔系列节目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 只将交锋谈洽翔下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集我们说到蒋介石将洽翔地点 选择在江西的玉山 遭到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反对 最终蒋介石将洽翔地改成了湖南浙江 那么刚遵宁次会不会按照蒋介石的指示 乖乖就范呢 只将洽翔的过程中 又有哪些显为人知的内幕呢 咱们接着往下说 湖南只将机场在抗战中 曾经进行过两次扩建 扩建后的机场 一次可以容纳飞机三百多架 机场规模之大 当时被称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 该基地仅有美国飞行员和地勤工作人员 就达六千人之多 而且呢 B-25轰炸机可以直接起飞 来进行轰炸日本本土 成为呢 侵华日军的心服大患 1945年的4月 日军呢 调集了七个师的兵力啊 总共是八万多人 从越汉和香桂两路啊 进攻湘西芝江 企图呢 夺取芝江空军基地 再以空军呢 威胁陪都重庆 并破坏中国军队 在西南地区的反攻部署 但是 日军的进攻 遭到了 第四方面军呢 就是王15的所属部队 沉重的打击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 到六月初 中国军队啊 以毕伤日军 两万四千余人的战国 大获全胜 因此啊 就是无论如何 芝江这个地方呢 是令中美盟军 扬眉吐气的一个地方 蒋介石认为 魏德迈的意见正确 决定呢 将恰祥之地 选择在芝江 一个让日军伤心丧气之地 8月18日 下午六时 蒋介石以玉山机场 被大雨淋坏 目前不能使用 这个为理由 再电钢村宁寺 将恰祥地点呢 改为湖南紫江 并规定啊 日军在机翼的上下 各期上带有光芒的 日本国旗一面 两翼的末端呢 各系四指上的 红布布条 以资识别 经锦参谋副长啊 必须随待 驻中国台湾 以及北纬 就是16度啊 就越南地区 所有日军战斗 序列的兵力 位置 指挥区分 系统表等等啊 都要带着纸将 然而啊 钢村宁寺 也是兴师肚明 他不愿意就范 19日下午呢 6时 他给蒋中正赴电 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蒋中正阁下 经锦总参谋副长一行 率同参谋二人 万一一人 乘坐中型双引擎飞机 飞往指定地点 一切行动 依照尊殿办理 但是 机身呢 标志用红布条 他说不要细在两翼 要改在尾部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标志性的红布条 不按照要求 把它细在飞机的 两个翅膀上 而且要摆在他的尾部呢 因为投降标志 是一个屈辱的标志 戏在机翼上啊 太显眼太丢人了 戏在尾部呢 毕竟能给日军呢 留一点面子 得知日军投降的消息后啊 浙江的军民 本来就处于万分喜悦的 欢乐之中 现在又得知 将在浙江 进行日本洽翔的典礼 当时啊 整个浙江城就沸腾了 那几天呢 浙江成为全国 乃至世界注目的地方 除了中外记者 从四面八方啊 云集浙江外 离浙江击败利益以外的人们呢 也赶到浙江 都要观看日军 恰祥的签字典礼 纷纷赶到了浙江 在通往浙江的公路上 整天是车来车往 浙江城区啊 城郊大小旅店都爆满 大家都在庆幸 赶上参加 这次千载难逢的盛典 二十日上午 各战区和方面军的司令官 王耀武 卢汉 张发奎 汤恩博 杜以明 于汉某 顾祝同 孙玉如 等陆续抵达了浙江 下午 何音卿和肖易素 加上陆军总部的重要的这些幕僚 行政院的顾问团 美京人员 分乘四架运输机 由重庆 飞抵 沙江 设立了陆军总部 前方司令部 考虑到日军的强使啊 他是副参谋长级别 决定呢 安排陆军总部参谋长 肖易素 出面受降 1945年8月21日 经过了一夜的大雨之后啊 湘西的浙江啊 天空晴朗 蓝天白云 东方啊 刚刚露出了余杜白 浙江城就沸腾起来了 张灯接彩 旋旗放炮 八点整 占地两千多亩的浙江机场啊 四周已被军警啊 拦在这个警戒线 战外的人们呢 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了 人们都在翘首等待 前来参加日军恰降的 日本飞机的到来 这时啊 从汉口飞来了一架日机 正抵达 毕波万寝的洞庭湖的上空 飞机上 一位身体粗壮结实 头戴着拿破仑帽 笔梁上架着一副 黑边眼镜 配着少将军衔 竹灯马靴 身穿呢 草绿臂济翻领军装 这这么一个军官 手里呢 还握着一把长长的 日本军兜 端坐在座椅上 此人正是日军恰降代表 金锦武夫 金锦武夫作为日军恰降代表 全权负责与中方商谈120万日军投降的具体细节 据说 据说无条件投降这个名词就是他创作出来的 他曾让别国军队无条件投降 而今又作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代表来只将恰降 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在此之前 他还有哪些侵略行径 只将恰降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 那么 这个雍仔史册的恰降仪式 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 《打授降》系列节目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继续为您讲述 只将交锋谈恰降下级 金银武夫曾有叱咤风云的历史 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长期在日军参谋本部工作 当过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元的助手 任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 驻北平武官室的主任 亲手参与和炮制了七七事变 策划过汪精卫卖国集团投入 但此人他绝不是一个办公室的军官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他担任了141连队的连队长 指挥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请占了印尼 菲律宾 马来亚 越南 老挝 缅甸等国家 英国经历了几十年 耗费了巨资建立起来的新加坡的海军基地 就在金金武夫的指挥下毁于一旦 无条件投降 这个新名词就是他创造出来的 当时他指挥日军包围了英国营造的海军基地以后 通过无线电台就要求被围的英军 无条件地投降 迫使新加坡的守军举白旗进行投降 没想到盟军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迈克阿瑟 根据开洛宣言和波斯坦公告 以同样的名词要求日本天皇 无条件地投降 而他本人又恰恰做了 无条件投降的恰降代表 真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给他以报应 飞机舱内金金武夫脸色 木然似乎还残留着为天皇 颁布中战招书而痛哭的泪痕 正当他思绪万千石 突然机舱内有人尖叫 说发现了机枪 拳击顿时以正昏乱 机舱内怎么会有机枪呢 是有人出于敌意 故意放在舱内的 前来投降竟然还带着武器 一旦飞机落地 被中国人检查出来 那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金金武夫的面色苍白 冲着前面的参谋 乔岛高声地喊起来了 还愣着干啥 还不赶快把它丢下去 乔岛拉开了舱门 将机枪投出了舱外 翻滚着落入了碧波万寝的洞庭湖 一场虚惊过后 金金武夫乘坐的飞机 已经抵达了长德的上空 驾驶员立即按照重庆方面的规定 把飞机的高度调整到5000英尺 这个时候驻止江的中美混合航空第五大队 三架野马式的战斗机 也已到达了长德的上空 他们执行监视和银行的任务 蓝天上能清楚地看到日本这架飞机机尾上 拖着长长的红尾巴 如果没有这个投降的记号 他难免不被中美的战斗机予以击落 驾驶野马式战斗机的中方飞行员 在靠近日机的时候 用大拇指向后指了一指 表示你跟我来 日机就随着中方战斗机向止江飞去 当飞机抵达止江上空以后 日本飞机绕场转了三周 表示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起降 此时仍有六架中美战斗机 在空中进行警戒 日机降落了跑道上以后 向南滑行 很快地又消失在前方的野草当中 少许中国的一位机械师 又领着他们 从机场的西边出现 来到了人群前面 吊过机头 把机尾对向人群 11点25分 陈映庄上校 登上了悬梯 用日语命令打开舱门 中国的宪兵毫不客气地 进了机舱进行检查 包括机舱内所有人员 器械 宪兵检查完后 陈少校才对机舱内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声 现在可以下机了 请客 一顶啊 硬壳帽在机舱门口出现 又一顶绿金帽 这个时候啊 依次出现了 上百名中外记者啊 立刻涌上前来 这个时候啊 当地的上万群众 使劲地涌向这个警戒线 喊着啊 要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 在鹤枪实战的宪兵的 拼命地拦截下 这个愤怒的人群啊 才站住 日军的恰乡代表啊 一共是八位 戴硬壳帽 穿军服戴黑边眼镜的 是金井武夫少将 他走的最前面 他的参谋 陆军宗佐 乔岛方雄 少佐副官 乾川国雄 紧跟在他的后边 翻译呢 木村陈南 身穿着青色的西装 其余四个人都是飞行人员 一个个面带欺容啊 默默不语 金井武夫等人下机以后啊 先在中国的国旗下 敬礼 随即呢 在中方军官的引导下 来到了机场边的帐篷里 陆军总司令部 副参谋长冷心 和行政院的顾问呢 邵玉玲 向金井一行 介绍了恰乡的程序 之后呢 他们登上插有白旗的吉普车 被送往警戒森严的 临时招待所 恰乡会议地点 设在芝江机场附近的 原国民党空军的第五第六大队的俱乐部里 为了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 在会场的正门呢 扎起了一座牌楼 牌楼上呢 端端正正的扎了一个V字 象征胜利 又扎有呢 和平之神四个大字 会场前面的矿地啊 高速起 中苏美英四国的国旗 会场布置的很简单 但是很隆重 中方代表的座位呢 在上方 面对的日方代表 以及呢 官礼席 日本代表呢 他的座位在下方 面向中国代表 以及孙中山的一项 另一半呢 放有哲椅和长条木凳 是官礼席和记者席 1945年8月21日下午三时 日本无条件投降 只将洽翔仪式正式举行 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参谋长萧毅宿中将 代表中方 与金请武夫商谈洽翔细节 蒋介石为什么委派萧毅宿 作为对日洽翔代表呢 金请武夫在受降仪式上 毕恭毕敬 忐忑不安 他上交日本在滑冰力图之后 在公布日军在各地 投降的具体要求 程序 以及签署备忘录时 金请武夫为什么汗流布置 只将洽翔的成功举办 又有什么意义和影响呢 大受翔系列节目 民国室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只将交锋谈洽翔 下集 8月21日下午三十二十分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萧一肃中将已经坐定 以会的中国军事长官 上有副参谋长冷星中将 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 百德诺将军 以及方面军的司令长官 各战区的司令长官 高级军官代表和中外记者 有一百多人 肖一肯是四川彭安人 国民党陆军宗教 被称为是国军当中最好的参谋长 早年逼越于云南讲武堂 1941年任军事委员会 驻电参谋团的参谋 后为何英卿的参谋长 会议开始之前 室内显得极为热闹 喜气洋洋的中美军官 在互相道贺 最突出的就是肖一肃和百德诺 他们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金金武夫一行在隔壁等候 这个时候一名中国军官 走到屋子的另一边 拿起电话命令 立即将日本的恰乡代表带进来 只准四人不准携带武器 肖一肃大声命令 请日方代表进来 金金武夫一行 进入到厅中 战争一排 在众目睽睽之下 向肖一肃等人 深深地举了一躬 肖一肃未及还礼 只是说请坐 接着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受何英卿总司令的委托 接见你们 请你们说明身份 交诉身份证明书 这个金金武夫啊 对肖一肃的态度 内心感到十分不满了 因为在今天之前 还没有一个中国人 敢对他如此高声大气的 这个命令 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 肖一肃以胜利者的口吻说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致电钢村宁次 要求随在中国台湾 及越南北纬 16度地区所有的 日本陆海空的战斗序列 兵力布置 以及指挥系统表 让你们带来 请交出来 金金武夫说 表册我没有 我只带了一份 日本在华的兵力图 此外 台湾和越南 日军呢 不属于钢村宁次 所以地图上根本就没有 乔岛参谋和牧村翻译 毕恭毕敬地站在桌前 向冷心副参谋长 说明并交出了兵力配备图 会场上的摄影记者 一拥而上 所有的镜头 都对了桌上的地图 和正在解说的 乔岛和牧村的脸上 肖一肃开始宣布 中国陆军总司令 何银青上将 至钢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 当肖一肃 高声宣读这份 洋洋千言的备忘录时 不仅金金武夫和他的随缘 显得极度的紧张 就连全场的气氛呢 也顿时变得更加严肃起来 日益文稿啊 念到各战区 接受投降的具体步骤时 金金武夫啊 掏出了他的手绢 不断地擦脸上的汗柱 日益文稿念完以后 肖一肃拿出预先预备好的两张收据 摆在金金武夫的面前 清理在上面签字 同时将备忘录递给了他 金金武夫在签字时啊 就询问了你们大概有几点呢 就大概几点意见 肖一肃呢 用幽默而轻松的口吻说 哎呀我看就不必问了吧 因为投降嘛就是无条件的 你还问几点呢 这句话呢 深深地刺痛了金金武夫的心 他值得拿起毛笔啊 就略微颤抖地进行了签字 就在金金武夫签字时啊 忙坏了摄影记者们 美光灯啊 闪耀刺眼呢 金金武夫不停地擦着脸上的汗珠 他明白在这样的会议上 他不可能有一点询问的权利 一切说洽谈呢 不如说在扶手的听旨 会议结束 全体日本洽乡代表站起来鞠躬 像近来时候的那一样啊 鱼贯而出 接下来的两天 双方又举行了两次会谈 就落实备忘录 以及中方授降先遣人员呢 进驻南京的事宜呢 进行了协商 23日中午的1点30分 何音卿在总司令部的这个会课室啊 接见了金金武夫 何音卿说 21日下午 萧一肃参谋长交给你的 中字第一号 及234号备忘录 都收到了吧 金金武夫回答 收到了 何音卿说 我决定你啊 人秤原机返回南京 望你转告 刚春宁次将军 带去四件宗字备忘录 要切实照办 金金武夫表示 一定转达 关于备忘录的内容 比总司令部 封到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后 立即执行 金金武夫在浙江逗留了52个小时 8月23日下午 20时15分 乘飞机啊 离开了浙江 返回南京 机舱内呢 就是中国战区的飞行员 孙同港 第六军的副参谋长 陈绍凯等人呢 也在其中 他们的任务呢 是为空军飞南京啊 打前站 此时啊 这个天空上啊 还盘旋了中国战区的六架野马式飞机 飞机起飞了 浙江洽谈结束了 那么浙江洽翔的意义是什么呢 浙江机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盟军在东方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当日啊 一架日本军用运输机 在一队中美空军野马式战斗机的押送下 载着日本谈判代表啊 到达浙江 投降代表呢 金金武夫一行 奉刚春宁寺之命 向中国军民投降 交出了日军 在中国战区兵力分布图 在记载着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上 签了字 浙江洽翔的标志 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 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象征 金金武夫等人呢 回了南京以后 接下来 请华日军正式投降一事 将在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 请华日军总司令 刚春宁次 怎样在投降书上签字 派驻中国的120万日军 将怎样在16个寿乡区投降 咱们下集再说 感谢收看 再见 1945年8月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9月9日 中国战区寿乡仪式 将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 那么寿乡仪式究竟是如何筹划准备的 日方投降代表刚春宁次 几次三番扬言要自杀殉托国 他究竟是何用意 下期节目中 特邀民国史专家王小华为您讲述 南京受享有内幕上级